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约会穿搭美妆恋爱超好用的APP小红书 本节目由小红书APP赞助播出 掌心有类感情翻倍 本节目由三星折叠屏手机Galaxy Z Flip 5G赞助播出 物吻心动萝卜色显白出圈 本节目由恋爱助攻神器卡斯兰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养护友方天然健康的ABC 汉方纯棉赞助播出 我是观察团团长张绍刚 坐在我身边美丽的副团长 丽莎姐姐 欢迎丽莎 大家好 我是程丽莎 还有我们的情感观察专家 周小鹏老师 欢迎小鹏 大家好 然后每期永远不会缺席的三位爸爸 和在中国台湾的 薛亚轩的弟弟 欢迎弟弟 大家好 我们这次从金晨先开始 二哥 上个星期金晨开始了第二轮的约会 对男嘉宾似乎有点意思 同时我们看到了金晨似乎有一些羞涩了 骄羞 连一贯严厉的二哥 现在给出来的 笑点 也是正面评价 是吧 但是那只是第二轮约会的第一步 步步深入 本周会有什么发展 先来看金晨的恋爱短片 小吃播报员上线了 是这个吗 是一个人的播报员 好 播报员第一卡 打卡 打卡 鲜花三奶 因为想吃这个小小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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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渣染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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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选择这个渣染是因为我在做计划的时候了解到很多人也会去打卡去感受这样的一个小活动 还能跟对方去聊聊天了解一下 我觉得这都是挺不错的一个体验 哇 最天然的 真正好 我觉得这个活动选得好 就是两人一定得干点什么 又有动作 对 对 对 然后同时最后呢做完这个动作之后 啪 能弄个什么小玩意儿出来 好 还挺有意思的 对 是的 特别是两个人动作里面有一点亲密的动作是最好的 其实在这个房间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些传统的白族的渣染的纹样 这是了解人家民族的特色 两位也可以坐下来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 好的 艾潮染 对 其实很多是粥草药材或者是我们大地的一些植物 然后像我是要穿的这个也是我用这种植物染出来的 我们渣染的话其实它是一种繁染工艺嘛 就是我们要先渣后染 然后它才会出现图案 就比如说首先我想要做这只小鸡 那我要先把它画下来 会用到蒸和线 您看一点一点把它给渣起来 就是渣完了之后 还要考验蒸线活 是的 咱们得把它拉紧 咱们得把它拉紧 之后呢我们染色的时候 拉住的地方 那个染料就进不去了 所以当我们打开 你看它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纹样 有没有那种一针下去就挑战 就是直接泡全蓝 我全蓝 我想简单风 其实如果时间比较有限的话 咱们也可以两个人一起做个围巾 比如说你可以画画它扎花 或者是一起来构思一个纹样都行 好的 好 那咱们是做个围巾还是怎么样 你想做什么 还有什么可做的吗 也可以在这边选一下 可以做个袋子 怎么样 可以 咱们是两位做一个还是 这样为了我们的体重着想 临时袋我觉得一个 应该就够了 我看两个当时我全部就装满 然后就泡了 让你做临时袋 好像难度也有点大 对 饶过你了 最好这会儿就别分着来 就一块做 做完之后是咱俩一块的 张老师他们一个人做一个是对的 要两个人做一个 女孩子品味这样 男孩子品味这样 然后又会有矛盾 对 我们开始吧 可以先设计一下 用什么样的纹样 然后我就给你们拿工具 那我就混搭一下 我就有珠子 有这个爱心还有那个心心 可以的 嘿嘿 谢谢 可以 我 我就想问一下我可不可以 局部做这个 因为我还蛮想 对 弄这两个上去的 可以啊可以啊 这个面子可够的吗 够的呢 因为这个很小 好 好 来 听听 你擦好这个是吗 就是先这样 然后再把这个 这个扭过来 对的对的 对对 这个超级简单 我学会了一招 嘿嘿 男孩子动手能力还不如进程呢 有点笨拙 可是男生小的人种 对 好 我貌似做好了 太快了 确定是第一次做吗 确定 孩子做得很好的 非常认真 学习旧的我可能就不行了 我就创新一下好了 你这个做法也很聪明 因为做一个就可以打开就是两个 现在就要假装 我就是这么想 当时我就是一看它 它就一叠就是两层 你知道吗 但是没有 没有我这个有技术含量 那没办法 不管 是的 对然后最后这个的 就是我们金老师的那个 拿手剪 拿手剪了 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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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吗 我教你啊 谢谢 金老师 也是 不客气 你看 还会互相帮忙 你看 多好 两三次就可以了 互相帮忙 然后整个 我现在帮了陈一鸣做 陈一鸣做 陈一鸣做 手笨 手笨拙 有办法 还需要吗 谢谢 不客气 是这样吗 哇塞 果然 金老师一教你就会了 对了 我都教了几次了 还不会 真棒 小尴尬 小尴尬 他们两个其实在扎眼的过程当中 其实互动很少的 我觉得我不算特别会谈恋爱 因为你真的可能遇到自己喜欢的人的话 会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想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然后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会难免的会有一些小紧张 可能有一点小小的害羞 有点小小的拘谨 休紧张 小尴尬 陈明的小孩挺好的 这个鞋还好 我要老师吃的 谢谢 好嘞 那就可以了 准备下锅了是吗 下锅了 对 待会我们就会去准备把你们染色 谢谢 谢谢老板 不客气 吃呆 哇 很好看 这个好 做得好 要来咯 见证奇迹的时刻 哇 这是我的布袋吗 这个围巾已经出来了 呦 好好看 就出来了 好 看看 很成功 很成功 金老师教得好 没有 看看那个 结果我自己做成那样 出来没有 还没出来 已经好了 哇还蛮可爱的 还不错呢 是我 还可以就是很内敛的感觉 就是那种浅浅的 挺好的 忽略的 可以 哇 战利品 独一无二 大喜带 这次你赢了 我忍不住 我忍不住 dye 对 不错 可以 完美 再怎么着也是自己的孩子 独一无二 就这一个 那里 不错的 好的 谢谢老板 拜拜 他们没有交换礼物 没有 他没有把围巾戴在金城的脖子上 我还挺希望他戴上 所以这个男孩还是有点胆小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金老师这个就 我是想把它送给你的 送给你们的 对 对 对 到时候 但我可以 因为你现在不好拿 我就帮你去拿住 谢谢 然后 反正 这个你嫌弃吗 独一无二 我不嫌弃 这个呢 这个 明天不就是我的了吗 明天就是我的 就觉得他是一个 可以把很多事情 就是 很细致地完成得很好的一个人 但他就是太谦虚了 他太有礼貌了 太谨慎了 我就会觉得没有办法去 去跟他很狠地开玩笑 太谨慎了 现在 但是如果说不经历这个呢 就会总感觉 有一点点距离感 距离感 我希望明天他怼怼我 我也可以反击 谁怕谁 所以这个 距离和分寸感 实在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很难 张老师 男生尤为难 做多了会让人觉得很油腻 做少了又觉得 我觉得他们刚刚好可惜 有在渣染的这个时间 如果说在聊天可以聊一些 比较深入的话题 因为我觉得 陈一鸣他已经很 完成做完了这个破冰的这个工作了 可是他好像没有跳进去那种感觉 如果刚下在那边 就把这个围巾套上去 就水到渠成了 是 这个男孩子的谈吐啊 形态啊 我比较满意 从这一点上我能看到 他是一个 他的接受教育的环境 包括家庭的环境 展示出来的 文文二雅 我很喜欢 很好 你发现了吗 陈一鸣这样的男孩啊 属于女生家长喜欢的类似 是 爸爸们喜欢的 我挺喜欢 稳重 对 家家好 很规矩 也放心 如果速度快了 爸爸们非得再行 我不过 是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非常好 好不好 陈一鸣 原地踏步 就这么尴尬的恋爱着 慢慢地走 慢慢地往前走 明天就不去爬苍山了 用恋爱超好用的APP小红书 来搜一下明天的行程 搜一下大礼 好想打卡发小红书 好想打卡发小红书 还有羊头 那不是我吗 这边鲜花饼还可以打卡 这很适合约会 好浪漫 点个赞 约会穿搭美妆 都可以用小红书 喝杯咖啡 吃完早餐 就可以去约会了 我现在要给牙齿做一个 美白面膜 让我用一贴富含活性 美白精华的 佳节式美白牙贴 这是进口的哦 14天就可以让牙齿 变得白白的 贴之前呢 记得要把牙齿擦一擦 下面短的呢 是贴下牙齿的 上面长的呢 是贴上面牙齿的 使用还是蛮方便的 贴得非常牢 而且可以立体包裹住牙齿 也不酸牙 喝水也不受影响 再也不担心喝咖啡 牙齿会变黄了 又可以开启 新的口红色号了 开心 好啦 非常的洁白 先去买点东西 他手上一直拿的那围巾是吗 这个包包 看到了 水果摊 去问一下 老板这是先炸那个石榴对不对 先炸 给我四瓶吧 老板这石榴季节 是现在对不对 差不多结束了 差不多结束了 嗯 那赶快先买 对 谢谢啊 谢谢老板 可以 昨天做了 现在就用起来 好细心 还给他买了一个杯十六 十六汁 好那我先把菜单先发给你看一下 这是民宿自己的菜单 不妥的话我们可以去看看别家 他知道金城爱吃东西 他给他弄那个中午的菜单的 哈喽 嗨 今天你是把就是把花花都带出来了 对 可以 去吧 都已经准备好了 鸽子也挺有啥的 对 谢谢 很仔细的 哎你看我今天 这有用 已经可以 可以用了 对 哎挺好看的 而且我已经测试过了 并没有蓝镜蓝 对对的 还好 哒哒 你看看 管够管保管保 我跟你讲 这十六汁吗 对对对 哇 我把这个老海的十六给买光了 天呐 谢谢 不用谢 哇 好贴心 很好很好 这蛮好 很好 很好贴心 先喝点十六汁 不好意思 没事 我可以 帮他开呀 帮他开呀 对呀 对呀 还帮帮忙 你快接下来吧 好接 这下如果我没有打开 是不是就 是不是就糗爆了 真的 你可能会 嘶 对 如果我打开这个 觉得挺软的 那个 这个 哇 谢谢 慢着点啊 你给十六汁 你不要给了它 它拧拧拧拧拧半天 那女孩应该怎么做呢 你给它的时候拧松 我感觉这就不错 哈哈哈哈 好好喝 结果我一问他说 其实快结束了 这个季节 对 先给它买光 我们赶上了 秋天的最后一杯 嗯 我们的饭呢 快了 我刚刚本来想坚定 但是 他们说其实他们很快 就可以做好 那那算了 对 对 不然全部都量掉 还好 还好 我都能接受 外面还是蛮美的 想去看一看 去去去去 我去看好了 反正要过一会儿 我有看到很多 有些旅游照片 做一个很长很长的抽筋 然后在那种丛林里面 就是就扔 然后你就 哦 那个不行 我那个 失重 我不可以 直线的快 我可以 不要沉默 这结实吗 它能承受我的 那个没有关系 那这可以荡出去吗 可以啊 推啊 我觉得你稍微 算了 要小心一点 对 推一下呀 推一下呀 可以可以 这样这样是可以的 不 我想在海里荡 该推要推呀 玩鞦韆 是个多么好的 搞对象活动啊 推呀 手呢 我怕他承受不了我的 发心绝对OK 绝对OK 我们的饭来了吗 我看看有点反光 饭儿 还没来 还没来 说不定 我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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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饭 很快 很快 它怎么跟第一天 好像不一样了 只要是金纳喜上线 它就不知道怎么接了 挺好的 我不是那种 蛤蛤蛤 就会哭的人 那还好 应该马上就会 就回来了 到时候再备点 备点小零食好了 万一 急的时候 我们两个可能聊天的方式 不太一样 我可能是偏 撒脱派 然后 会让我更自在更自如 但是它呢 我觉得是会有一些 太有礼貌的感觉 我能感受到 它就真的是很慌乱 可能能够到我的点 怎么第三天 陈一鸣感觉好像变 有点储在这边 就很主动的感觉 就没有突破 还是好像刚认识一样 对 对 约得他不 其实陈一鸣 破冰破的是不错的 刚开始 对啊 但是第二天第三天的这种距离感啊 让人感觉好像 好像吃一种巧克力的时候 吃到嘴里了都还不容 他弟弟好会说 今天看有点着急 就是他盖得不到金城 试着主动要开点玩玩笑 这样的 他要接啊 对不对 他接呢 是稍高 我感觉也接了 是一种很素养的 我还想给小伙子很宽容的机会 看看还能冲出点火花来吧 二哥 二哥你跟我 你听我一句话啊 我不是给你泼冷水 你呢别跟我们解释 你回头跟你闺女交流去 他不给我交流啊 发个微信 上个了解 哈哈哈哈 反正你的目光锁定了 是啊 我就不讲客气 比赛我等一下就拿锁抓了 谢谢 谢谢 可以这样放吗 尝一下吧 看着金城吃饭的真香 是个享受 哦 真香 对 你可以帮我这蛮OK的 胡椒味你是OK的 这是打底的那种 甜品你很爱 什么起司蛋糕什么之类的 嗯 你吃OK的 喜欢 又吃那个 就是那个 知道了 知道了 一会儿就上船 我本来想说 如果那个船小一点 好像还蛮适合游玩的 但是就好 又没话聊了吗 你看吧 就是其实它的玩笑部分 还是蛮重要的 真是小啊 一个疯子 等一下可能出去一会儿 就怕更多 他其实很想出去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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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我 那边 跟着我的手 算了 他不招惹我 我也不招惹他了 你再继续找他 是不是就直接飞到你这边来了 陈一鸣如果这个时候 接着下去一起演的话 这个互动就多了 是的 地点 金城刚才有很小孩子的一面 陈一鸣这个时候 如果也把小孩子一面展示出来 哎 对啊 蜜蜂 玩一下嘛 就好了 我是有金城 和金大喜 两个人格 我可以非常非常正常地处理事情 接触人 也可以把我的本我拿出来 我这几天就是害怕 他害怕 我没有把我的本我放出来 但我今天呢 我稍微地释放了一下本我 我自己觉得 人家可能接受不了 你看嘛 其实他的玩笑部分 还是蛮重要 金城很强调 他自己的两个身份 就一个是美女身份 稳稳当当的 但是他身上还有金大喜那部分 当他把那面放出来了 如果对方不主动地去接 他心里面会含糊 我会觉得 我为陈一鸣着急 他还没掌握在点上 真的可以进一步的 前面聊得挺热的 今天怎么好像聊不起来 陈一鸣其实最开始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说 你是我理想当中 那个喜欢的活泼的开朗女孩 可是他并不知道 怎么去跟这种活泼开朗女孩交往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是 他们两个都是很好的人 可是他们两个都不能在 这三天的恋爱当中做自己 所以两个好人 如果在一段感情当中 不能做自己 其实这感情很难发展下去 咱们以前可能经常用一个词 叫共同语言 我们今天看他俩聊 我想把共同语言换一个 就是共振的评测 才两三天 你怎么能深入的了解他的内心 但是了解内心 是不是首先要从言谈举止的一些小细节的共振开始 刚才金晨是不是专门说了 他喜欢男孩子 不一定话多 但是在你该get到的地方 没有体会到 哎呦 谁揪揪他 去收工 哎呦我交不了我交不了 那个弟弟 弟弟由你负责交好不好 我觉得陈一鸣他要设法把自己变成是一个速溶咖啡 在三天的时间内可以马上融合进去 真诚的回转像一个孩子一样 跟金晨两个人相处才会自然 才会有那个共振的互动啊 我觉得金晨会是喜欢这样子的男孩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get不到点是一个蛮大的隐患的 是的 那也不一定 我倒是没有觉得这个一鸣一定要跟他一起玩 但是他一定要有足够的这个宽度 让你在我这儿做的孩子 因为两个人有可能互补 谈恋爱最重要不是别人怎么去改造这个人 而是金晨告诉他我要什么 这个特别重要 所以你看好他俩的发展吗 我看好 OK 我是感觉再给他的点空间 基础还是相当好的 这是相当两个字 第一次出现在二哥的嘴里 哈喽 哈喽 听说可能今晚上会降温的 你要不要带一件稍微厚一点的衣服 哦 对 等我一下 好的 噢 变身了 你走出去回头率百分百 谢谢 这是维品会给我准备的后衣服 太贴心了 所以你们女生都是喜欢在维品会上买衣服 是吗 因为品牌特卖就是超值啊 牌子又好 每天都有两折三折 三亿会员都爱用 好了 今天的营业KPI已完成 完美 你孩子们上维品会搜恋爱就能买到金城的总款 而且打三折 不划算 好了 金城的这一组 这周呢 没有给我们带来我们想象中的大甜蜜 但是呢 三哥家的豆豆 是有大气氛的 起伏大小不重要 我们看这个节目就是希望看到 莉莎姐最喜欢的甜蜜片子 爱情泡泡 来 长豆豆 收拾好了 准备出门了 来选一下今天的口红字号吧 我的卡兹兰不稳成膏 05奶油萝卜色 这个颜色很元气嘛 取色 上唇的这种轻柔的雾面感 真的好舒服 元气满满的出门了 走吧 他们是抉择前的最后一次约会了 也是了 我是不是化妆和不化妆区别提答案的 画得素养好看 一会咱们这样 咱们先钓鱼 然后钓完鱼之后跳水 然后做所有的水上运动 好的 我的出发点是想带着他们做他们开心的事情 会玩的小朋友 对 会玩的小朋友 会玩的小朋友 不会玩的小朋友 好吗 你先给我拍照照吧 你在这别动 我把你白皙皮肤照美 高一点 显脸 瘦 拍得不错 挺好的 挺好的 我们自拍一张 一二三 这录像 再来一次 你瞧瞧他们的拍照 你瞧瞧 他俩距离也很近 对 他感觉很自然 你瞧瞧 哈啰 小朋友出门了 钓鱼的渔具 我们准备好了吗 好的 走起 买钓吧 好凉快 然后我往前抛 然后松懈 松懈 泡泡脚还挺凉快 太浪漫了 这个 这个节目选得蛮好 好 回去 然后收一点 有了 有了 我吊上来了 我吊上来了 哎呀 真吊嘴 哎呀 我吊上了 我吊上了 你放了一个 放按手 按手 按手 对 好可爱 呜 有意思 呜 哈哈 可以了 可以了 上 对 呜 可以 来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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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命好 哈哈 钓鱼想能手 哈哈哈 乖乖乖乖乖乖乖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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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没事吧 不看 过了吗 没事 我给你拿出房间 哎呀 没事 就那么一丢丢 钓鱼还挺容易钓的 咱俩协助钓了五六条 莫名喜悦 我觉得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还挺温馨的 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我觉得我俩好像慢慢在越来越好 给着擦汗 太会了 我换衣服吧 完了 饭哥急死了 好紧张 这太会了 到海里下去了 下海了 好 慢慢从下面下来 慢着 摆着楼 直接下来也是 直接下来 对 直接下也是 这就是主力游户吧 主力游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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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有两个手法 两边都是有海关的 都是像前辉的 好 然后我们按的时候 捏一边 放一边 前 前 往右就去 一边就有点 哦 呼呼 Let's go 哇 这个太好玩了 这不错 哇这个 他选的那些项目 他真是会玩 真好玩 就是他会玩到了 咱们在这看着 咱们都想去玩 这也想去 这还挺酷 下来呗 我不行 我不敢下 有声音窜在那 哦 他会自己就飘起来是吧 那个有福利的 而且你下去 就你会直接飘起来的 所以 哦 ok 你试着跳 这个一点点跳下去 这个一点点跳下去 对 直接跳下去 哦 这有一个 一个保护的 哦 没枪了吧 抓住这个手把 慢慢慢慢 对 哎呀妈 哎呀妈 哎呀 这个太好了 你好酷 哈哈哈 抓紧我再兜一下 你趴在我背上多了 哎 你趴在我背上多了 哎呀你趴在我背上多了 对对对 这个 他多会玩啊这个 我要冲了 我要冲了 小鱼带带他玩 哈哈哈哈哈哈 双手了 啊 松手了 逗得人呢 他那么松手了呢 逗得留在了原地 这不行 这不行 自个儿 自个儿飞出去了 那你救救我吧 哈哈哈哈 他感觉不到 他感觉不到 对 哈哈 他不知道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呢 哈哈 啊 找不找 哈哈哈哈 找不找 啊 好玩吗 好玩吗 哎 哎人呢 他不知道 人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没事 丢了 archaeological 我得先滑一滑 先滑一滑 坏 哎 你好好啊 坏好啊 我先滑一滑 哎 你刚什么时候撒手的 我早就撒手了 早就撒手了 早就撒手了 哈哈哈哈 我走了 我回来 他一直以为他在 还要玩这个吗 嗯 下雨了 等一下红淡 烂淡了 我们回不去了 你看那个 还现在这暴风雨过来了 回去了 下雨了 暴风雨来了 哦 无影来了 走了 觉得项目不错 就是没有玩好 这马上就结束了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要相互选择的话 就是说明有可能会进入这个情理状态 对不对 明明要进第二阶段了 这是他们遇到的 你发愁吗 我发愁吗 对 愁我倒是不愁 那你有什么想法过 玩归玩 闹归闹 但是他们这是第二阶段的选择了 所以痘痘是开始要思考进不进第三轮了 对对对 进还是退了 对 你这想听我说什么类型的 你觉得你更喜欢我 还是我更喜欢你 哦 痘痘问得好直接 你说你觉得我会怎么说 我觉得你会说我更喜欢你 表头 你更喜欢我 都不是 相互喜欢 你不选择吗 张冻冻需要一个明确的答复 男生说对 我就是更喜欢你 就好了吗 嗯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因为你之前说过 异地是你最大的问题 哦 那我们俩就存在异地的问题 我会直接看我们以后有没有发展 对吧 那我们的结局是什么 结局还是分手 那我们为什么要浪费这个时间呢 对不对 好问题哦 好问题哦 但是我就不太想 我就有点想 第二 第二阶段就 然后后来我就想 我说 你看人生 就比如说我一辈子一百年吧 嗯 所有人 都是对你来说都是阶段性的陪伴 有的人可能陪伴你九十九年 有的人可能陪伴你一分钟 甚至几秒钟 既然是这样的话 一百年 十年 十个月 还是十天 还是十秒 我觉得我都应该把那 就做到自己做到最好 他等于没回答 等于没回答 那不要谈嘛 还是没有不要谈嘛 没必要说 没必要谈 按照情商来说 我知道我应该说啥 立刻安抚你 说几句话哄哄你 给你安全感 但是我现在我不会怎么说 我在做每一程度的时候 我都会完全去旅行的 但是 就是现在我觉得还不是时候 我们给你旅程 顾当下呢 是不是 李莎 嗯 因为这个是我们俩共同存在的问题 然后我希望的呢 当然就是他可以非常地 积极地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事情主要是在于 我喜欢你和你喜欢我 这个程度有多少 然后呢 这个程度的大小决定着 对方愿不愿意去妥协 愿不愿意去付出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块 不是一种一方需要牺牲的关系 就我想找的解决方法是 不用两个人都妥协 而且两个人都可以更好 如果就是想着说一个人谁来妥协 我觉得那样的话总有一个人很适合 我不想让人出 我想就是在我身上 不是你也要 就是非常好 所以我想就是两边都往上 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思路 我觉得可以做一些 比如说调整 或者是比如说观念上的改变 实质性能让一些事情会变好 听完他们刚刚这样子的对话 逗逗他其实很期待 嘉义他可以去承担 但我感觉到嘉义他好像有一种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曾经拥有 我感觉到逗逗一直在抛出 这样子的一个期待 可是嘉义他好像对于这样子的承担 不是那么的成熟的方式去看 对 所以我不喜欢他这种对爱情的态度 其实核心根本不是异地恋 核心是你对待一份爱的态度 我感觉就是态度 每个人都可以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但是如果两个人真的想在一起 任何问题都要面对 是 看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作为爸爸 我解决一点的不是问题 如果 如果在24小时内没有想起来特别好解决方法 你还会继续吗 不会 不会 会 我常常在核心的逗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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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逖逗逗逗逗逑逗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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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 Hugr 你都觉得不可能了对不对 你都已经没有解决方法了 你不会想就是花更多时间来去找这种方法 你就不值得 走 好吃 我想找解决方案我找不到 我不能保证到24小时内解决出来 异地这个东西又不是说一个人谈 我觉得想解决方案两人一块想 他就非常地逃避这个问题 我想逃离的感觉 我就是有点不太想去调解这个话题的尴尬 我希望的呢 当然就是他可以非常果断地给我一个答复 其实他们两个人并没有共同处理过严肃的问题 他们大多数时间还是在一块玩呢 对 都说得很学生 他就是要一个答复 在这 昨天你们两个人完成了一个彼此的匹配度的分析问卷 请如实填写这份调查问卷 进一步考虑是否成为对方的男女朋友 让我们看看这个匹配度测试文件 第一题 旗下你心中对男女朋友的标准 都行 阳光吧 年龄比我大 性格成熟稳重 职业不是练体育 兴趣爱好唱歌 有艺术细胞 唱歌好你回家了 年龄比我大 比你小的肯定不行吧 理想心中 好好好 我心中的标准就是这样的吗 你喜欢唱歌 我挺喜欢唱歌好的 就觉得他如果唱歌特别好的话 我就觉得还挺有吸引力的 好 有一点点不爽 但是觉得挺搞笑的 他想唱歌好的 就跟我反着来呗 逗逗的描述和他不一样 他有点急眼 我在想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在相处过程中你认为谁是更主动的一方 猜我怎么去 你不用猜你不是跟我说了 你觉得呢 我就 不是啊 你觉得不是 当然不是了我觉得 我觉得我为什么我说的是 就是我前期我更主动呢 是因为我觉得我在第一天的时候 就会主动的去了解你 所以我就会问你很多问题 同时我还问了一句 我说是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 就是什么性格的人 你说我是外向的 其实就是很多人都说我是内向的 所以你 你是会越来越主动 还是越来越被动 我要看对方给予的 人家对我没啥意思 我给主动啥呀 你觉得我给你的是主动还是被动 你给我的是 前期肯定是一点主动都没有的 他这个我感觉就一钢铁直女 我说我对你表现这么多 我说你一点回应都没有 他不太主动细节 要后期更主动了 那为什么你还保持一样的 而不是更主动的 你是觉得我不主动是吗 我还因为我觉得我表现的 已经是很挺主动的了吗 是这样你看我举个例子 如果我一直特别特别主动努力努力 你一直不变的话 或是极小度的变化的话 就是我是不知道你对我什么感觉的 我觉得我们俩就是表达就是最真实的自己就可以了 最真实我告诉你是什么样的 你在这儿 我到这儿 我觉得就是因为你 所以我尝试了到这儿 但是我没有到这儿反馈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么好 我就回到我正常最真实的状态了 好 走 我觉得逗逗太不主动了 跟逗逗男人相处 就感觉跟自己的一个正常保本的相处一样 那种难度 不像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女孩的种感觉 对不对 两个人对主动被动的理解 不一样 逗逗的性格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你觉得 逗逗的性格 逗逗是非常地中的 被动 因为她恨来一下 对象 她主动的会有点难的 我觉得逗逗的性格是非常主动的 而且勇敢的 在这家中才倒是主动的 是勇敢的 但是在我心中是比较起来 男孩子他是一玩儿的这种主动 玩 吃的 对对对 算是这个行为是主动的 而其实豆豆想要的主动是内心的 内心的 情感的 就像自己的 豆豆把自己介绍留下的主动吧 对 我觉得豆豆他比较主动 在把他心里面的感受分享出来 于嘉义他对于外险的主动 他觉得我很主动的来做这些事 可是在于豆豆心里面那种 需要被主动关怀 需要被主动被看见 心里面的需要的这一块 我觉得于嘉义没有很成熟的表现出来 是的 其实很多在恋爱中年轻人也是一样的 男生认为我只要跟你安排了生活当中 吃和玩乐 我就是主动了 但女生真的想要的是担当 还有一个 于嘉义其实一直看不到豆豆的付出 他看不到 他理解不了 对对对 这一点也是 其实你看我们在婚姻当中 在恋爱当中 每个人都会有付出 只是多少 豆豆的所有的点都是在付出 其实豆豆就是在爱他 豆豆真的是很很爱 很喜欢这个男生 于嘉义没有感觉到 然后他会一直在纠结 主动或者不主动 对了 就是首先第一号 我是没有跟异性这么接触过 而且接触的比较少 像你这么钢铁直男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 就是女孩想的你都想不到 你只能想到你自己 我还是要聊天 要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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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于嘉义你看在这种回答上面 特别的想要见过输赢 如果他就说男生就说对 我就是更喜欢你 就好了吗 对 对 特别人 我想看起来休息后 我得理理力生了 那你去休息休息 你就是在这儿不动 我动 什么 余嘉义 关键问题的时候 他都是退出 不好这样 你到底这个表 这种暂停 有些时候是好的 是好的 他如果能够稳定的反思出来 我自己有什么问题 对方需要什么 回去 可能就不一样了 他正面让我回答的我让我太不爽了 这个 相处过程中你认为谁是更主动的一方 他一直对你追我就好了 你刚刚说 还说啥呀 以后不见了还说啥 你看他不会反省 因为他是个自我感觉太好的人了 是 我在保持一个正常朋友的一个关系 因为他现在还不是我男朋友 我为什么要更主动 是因为他们没到那个份 没到那个份 我看的是一个人的态度 一个人为一个人愿不愿意去付出的一个态度 我感觉无愿意在这方面还有方程感 不是不足够 你现在听着点是主动和不主动的 不是就是主动被动就是一个 还有ED ED 也是一个 就ED这个事情 他一直没有提 就在过去几天 之前一提到 就直接就是说 20小时内给出答案 他不给答案的话 不论我怎么选 他肯定选到我 那 你没想到这个答案就是 不是说一个 像你们所写的一个方案一样 他可能只需要一个 真情实感的 承诺 或是一个态度 让他觉得有安全感 让他觉得你是坚定的 是要理想思路吗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战斗中 你觉得你是做的一种 等着回来 也是一种 当然能够 想要 你 可能 你 去 去 去 来 去 肯定 不行吗 买了车 车 谢谢 谢谢 唉 张立宝你好 明天是三亚城里的最后一天 在离开三亚城前 你继续抉择 是否与对方进行 最后一个阶段的约会 如果你选择继续 请于下午三点前到达指定餐厅 如果拒绝不去即可 这次要看痘痘的了 嗯 我觉得 就是 挺纠结的吧 我觉得 就是咱俩的感觉也比较奇怪 然后突然就去 因为这个很不合适 其实他第一天的时候 我会选择继续 第二天的时候 我会选择继续 只有在第三天的时候 我就 又犹豫了 我会选择继续 也会选择续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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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太好它 我感觉就是 在交流上的风气太大 还是交流上的风气太大 我希望都都不要去了 不要去约会地点 观点不一样 观念不一样 很难再走下去 我觉得他们两个 应该 有一方会决定 不要继续走下去 因为 从第一段到第二段的约会到现在 其实 核心问题一直没有被处理到 所以我觉得 应该 不会继续走下去 第一阶段我就觉得 应该不去 不去 我也感觉应该不去 结果他去了 我真心认为张豆豆挺喜欢他 对 从内心当中特别希望豆豆能放弃 可是太多年轻女孩在第一次恋爱的时候 往往会选一个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人 而会委屈求全 因为豆豆一直在这个关系当中 他就是为了 郁嘉义 然后放弃自己很多原则和标准 我怕就怕的 豆豆是一个什么人呢 特勇敢的人 嗯 他遇到难题 他要想面对难题呢 对 这个精神真的特别好 但是我们要知道 一个男孩子的责任感 其实是一个整个生活最关键的一个底线 可以是别的他可以挑战 咱们这一项 我不希望他再去挑战他 可是所以作为父亲 我是对他很大型 嗯 应该说豆豆和郁嘉义这组 是给我们留下巨大悬念的一组 下周我们才会给大家揭晓 到底他们会如何选择 你来一下 你来一下 你还我女儿是什么 她有艺术的光辉 人性的闪光点 你说实际点 她省电 她会发光啊 你说我女儿是灯泡 我是大灯泡 她是真的会发光 是她们会发光 佳姐市索白小灯泡 持续混合 牙齿水光白 佳姐市美白牙贴 十字贴牙齿 显著变白 炫白就靠佳姐市 吃这么啦 不怕长痘嘛 熬夜刷具到天亮 每天带妆 最有十几个小时 我的小仙女啊 你这么做 是不要这张脸啦 诶 你皮肤怎么还这么好 因为我用这个呀 Olay流光瓶 让肌肤强韧细腻 连闭口都没了 Olay流光瓶 随便捉 肌肤强韧 不出错 别忘了上电商 So Olay 好 马上到大哥家的金沙了 金沙上周的状态不错 刚开始起评分 没那么高 但是我们发现 通过交流 耿思汗在涨分 那么在参加完了 勾火晚会之后 这个分数是不是还会涨下去 来 金沙耿思汗 今天我们去的地方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嗯 不知道 叫鹅出山 就是在也是在香格里拉镇附近的一个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风景很美的一个山吧 鹅出山 对 会正对着雪山 哦 你吃饭了吗 你吃饭了吗 我没有啊 天哪 我只喝了两口粥 但是因为刚刚有个话粥 我到了那个 我到的地方直接给你做 就是我到了录营的地方 哦 好的 好的 就是是他那天随口一说 就是他说 可以录营啊 可以烤个串什么的 就是满足一下他的愿望 然后在一个高高的山脚上 背靠着雪山 五千多啊 哇 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 我努力想为他做一些事情 你看 等斯汉的这个思路 就是这样的思路 我听到了 你有一些什么想法 需求 他就想到了 我就努力去 我去安排 我就去安排 好吧 那我们开始了 搬东西吧 好 好 OK 我觉得差不多了 好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把有一些东西往帐篷里 对吧 没事 我们先做吃的吧 好啊 来吧 来吧 好 我开始切了啊 切吧 哇 好专业的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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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筷子 稍微让它翻一翻好不好 好 可以 五千多米 能烤熟吗 这些火口大概好一点 有火没问题 太是不一样 熏夜 你这样 你到我这个位置 你坐在我这儿 你坐在我这儿 这儿风不会往这儿吹 不要坐下风 跟三太细心了 很细致 你要不要也坐这儿 坐飘一点呢 谢我干啥 不用谢我 不用谢谢我 完了 我感觉我这肯定是黑暗料理 煮了一股奶味 因为芝士 芝士就是会这样 你会觉得往上黑暗料理 还挺吸引人的 是吗 又有创意菜吗 我感觉是差不多都熟了呢 这边有一些个别个的没熟 没事 我觉得可以吃的有一些 一会儿会熟 天呐 见证奇迹的时刻有时 天呐 我不知道什么奇怪的口味 菜是可以吃的 还是很一般 还是特别差 我觉得这一块 这一块可能还有点生 你吃这块吧 这块比较小 感觉肯定是熟透的 好 来来你评价一下 我先不吃 来来来 肯定非常奇怪的味道 这个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了 不难吃 它是那种意大利奶油蘑菇面里的配菜的味道 是吗 是吗 我来一个 芝士 感觉缺一点 再来点盐是吗 盐 还有就是感觉芝士是不是放多 还好 还好 真的是意大利奶油蘑菇那个 是吧 是这种感觉 芝士牛肉的那种 但是绝对不是那种不能入口的 还是好吃的 第一次跟男生录影 就觉得挺新鲜的 我觉得它很认真 执行力它可能有70多分 安排的挺好的 嗯 云都会照亮 感觉马上就要下山了 看夕阳呢 快可以看了 快 马上就要快看不见了 其实 你看那个光从山的那个缝一露出来 就很漂亮 你感觉有一束光不断穿过 嗯 哇 太棒了 哇 你觉得看夕阳是很浪漫的事情 对 那个云我觉得还是很漂亮 就感觉天光把那个云都照亮 嗯 看个边边 嗯 他在看星星他在看它 他在欣赏它 哈哈 哈哈 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 有美丽的雪山 美丽的人 如果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 这个也是实现了我一个愿望 太浪漫了 这样 我可以再发多一点时间的答案 你看 好 我已经黑下来了 我把琴拿过来 你要弹琴对吗 嗯 你要唱什么应景的歌吗 没有没有 就是感觉 就在这个条件下 在这个环境下 总是想把琴拿出来 写点东西 然后唱点东西 嗯 嗯 唱的话是不是 你不太舒服 我就唱应该唱一点那种慵懒的音 我们就不唱很高 那我们就不要唱很高嘛 对对对 就感觉随意一点 对对对 那行那就塞吧 因为弟我还得 对弟你很难跳的 不是要 对 来 还记得昨天 那个夏天 微风吹过的一瞬间 似乎吹翻一切 只想紧我更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 秋天的雨跟随 心中的日却不退 仿佛继续闭着双眼 熟悉的脸 又会浮现在眼前 蓝色的思念 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 空气中的温暖度 会很遥远 今天也算是我第一次 特别正经的一个人 跟他一起 我们两个人 完成几乎所有的事情 我感觉他其实还挺开心的 就乐在其中 他开心我就开心了 能很有心的在做这个事情 也会实现我的信念 也觉得他特别好 用心这件事特别重要 对 回到从前那刻 被风吹过的夏天 好嘞 好嘞 还是在互相了解 觉得他很好 是个很好的男孩 我觉得被感动 但又不是对爱情的感动 我其实很希望爱情能够 慢慢地单身 能够萌芽 这是我想要的 但目前还没开始 我希望是有进展 但是事实就是 确实没有什么进展 所以我还特别希望 可以跟他走得再近一点 了解他更多一点 或者是有一点 我什么的 还是需要 甚至少 我真的不管 对 看到 康斯汉 这天做的这些事 挺容易让人感动 感动和爱来 方向来的地 到露营 到吃 然后到选择的歌 而且马上也知道你唱什么调舒服 梗思还像很多男生一样 我想通过感动 慢慢让女孩子心动 但感动是大佬 心动是走心 就看金沙能不能走到心里面去 这是关键 我觉得我刚刚感觉金沙他很感动 可是他特别讲的是 他那个感动 他其实还不到那种爱情的滋味 其实我很喜欢金沙这样 就是他把自己的每一个感受描述的很 到位去 对 到位 就你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你特好 但是我没有混淆 就怕把感动当成爱 对 他们的这样子 我觉得是需要在一点火花 男生身上应该要有一点张力的这种作为 让金沙感觉到他有经验 自己参生 你拿手的呀 你那个跨风鲍雨 把自己的个性展示出来 震撼你 震助对吧 对对对 金沙就需要别人把他震助对吧 对了 嗯 我弄酒 这样小孟你给我几个东西 我喊小孟你不介意吧 没事 第一个东西给我几个杯子 第二个东西给我一袋白砂糖 好吧 哦 还会调酒 调酒 我觉得已经过完了嘛 这四天 他可能对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但是就是肯定 也会想着要不要再试一试努力吧 为了一个好的结局 不要有这种遗憾 弟弟这就是你说的 还要炸一下 对啊 哈哈 在哪儿呀 欢迎来到不醉不归雅丁分店 我是今天的调酒师主调小梗 欢迎我们的沙沙小姐来到我们的店里 你又开始扮演上角色了 嗯 这次我很认真的 因为我本来就会干这个 来 请坐 来 今天为您特制的酒单 对 然后我自己做了一个临时 来 哦 自制的吗 自制的 真的 好 自制的酒单 调酒小梗知道 这是抉择前的最后一天 所以你看她很努力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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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对的 第一款就是金费斯 是因为我觉得 比较能代表我们俩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种感觉 就是她比较清爽 说是做了个酒单 其实是做了个手杖 显得灰热 对 对 灰热 第二杯酒叫白色恋人 因为那天她其实一直穿白色嘛 她很有那个公主的感觉 那第三天呢 雅天的午后 咱这个酒 就是她比较甜蜜 今天的酒就是眼睛 不敢支持她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缺点 我觉得我应该看她的眼睛 我觉得他们追求浪漫 我感受下来玩的 其实就挺美 美好的 很有心地在做这个事情 所有的一些细节都做得特别好 这个应该很好喝吧 我 金酒君堵百里甜 感觉很不错 这杯整体的口感比较偏甜一些 好 我可以第一杯试试 好 雅丁的午后是吗 嗯 OK好 请您稍等 哈哈 哈哈哈 雅丁的午后 有一点甜 有一点刺激 又有一点酸 它代表了我们昨天 有一些愿望实现了 但是有一些东西还是有一点遗憾 纯指的皮 磨一圈 嗯 哎 您的雅丁的午后 雅丁对 我尝尝 哇 因为百利田真的还有橙子味 对 因为我把橙皮切掉之后 在你的杯口抹了一圈 然后所以你喝了之后 你第一个触感肯定是橙子 很好喝 好好喝 是吗 谢谢 那您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把芯子抵掉 莎莎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你缺一杯酒跟我一块喝 一个人喝有点无聊 好 那稍等 那要稍等 你这两个角色切换能过来吗 切换过来 对 你是在服务我的角色 你要切换成我们是在约会的角色 对了 好 我今天用一个最直接的喝法陪你喝 什么 Tekila Shot 这个好猛的吧 还好吧 逆而尽 谢谢 我觉得 已经过完了这四天 然后我想有一个小小的东西送给你 嗯 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对 就是 也许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 嗯 就是 我内心是这么想的了 对 希望我可以当一回你的 专属的助唱 在一个陌生的雅丁的酒吧里 想要为你唱几首歌 除了调酒之外 这也是我唯一还能在做的 哦 来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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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要唱自己的歌了 自己的歌了 OK 那 那小梗的助唱时间就开始了 你看还是小梗 小梗 哈哈哈哈 唱唱 你可以坐到这边来 这样 可能看的会比较直观一点 好的 嗯 这首歌的歌词在这儿 我先送给你 其实就是 嗯 第一天在香城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动机 有一个新歌的一个动机 然后 到了今天 到了昨天夜里 昨天夜里大概五六点的时候 把这个动机完成 然后 变成了一首歌 哦 他写了一首 这首歌是送给你的 而且一晚上 花了一晚二时间写的一首歌 好几个晚上 他不是说第一天开始 就在准备了吗 我觉得这首歌 写的是你 很多的东西都代表的是你 他是很用心的 真好 真好 突然觉得这首歌 应该有一个名字 就在刚刚 一瞬间 我觉得这首歌 也许叫今夜 是最合适的 今夜 让一切都放声吧 非常难 一分钟 一分钟又过去了 一分钟又过去了 生命吧 也只是短短的一瞬间 不管誰是誰的新歡 喝最後一杯酒吧 謊言 比誓言更長久 Do you love me Do you wanna be my friend 我在往茫人海 你好 歡迎光臨 等待你等到 你好 她是否像山脈一樣可口 她是否像河頭一樣溫柔 慢慢唱歌誰幫你風跟淚水 我在茫茫人海 等待 等待 等待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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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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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在做的听不出了 送给你这个 我觉得她唱歌的时候很加分 很有心地在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她是对我有那种热情的 这种感觉真的能感受到 然后有一点点那种很感动 这歌很好听 是吗 好听 歌词写得很好 曲子也很好 后面一句是 Do you love me? Do you want to be my friend? 就是 你爱我吗?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但是 我敢问你的就是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对 我不敢问前一句 因为太远了 这个时候还不方便问你爱我吗? 对 只能马上赶紧补一句 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对 所以 只是这首歌词表达的意思 就像今天夜 为什么我觉得它叫今夜 就是因为 这就是今夜所有的感受 我 就像我了 一样的感受 就像我了 我天下的感受 你就是我了 每个人都不得了 不来 你在或不在 你知道吗 就是 我觉得男人最 男人最 男人最厉害的 或者是我认为 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做一座山 做一个山脉 男人应该是个山脉 男人应该做一个港湾 男人应该是一座岛 小梗很会表达 会表达 小伙子也用心的 也用心的 他还很努力的 就是如果你愿意 我随时等待 就是坚定 不会变化 然后 活地在这 我一定会在那个地方等你一会儿 这个就像少刚老师说 男孩子就是勇敢地表达 该去就去 该表达自己 我肯定到那里去 不管结果 不管结果 这是对自己的爱负责 对 能够感受到整个 今天晚上是很用心的一个人 我觉得挺有感触的 我没有办法去拒绝这样一个 对我很用心的那种 去拒绝的这样一个人 我挺难的 那你觉得你今天做的这些事情打动了 我不知道 我觉得是打动他的 但是 没有人可以说未来是怎么样 这真的很现实又很残酷 管哪 自己该努力的努力 该使劲的使劲 不用老想着 我做了这个事一定有什么结果 那样反而 对的 太刻意了 对 所以金沙和耿斯坦在交流过程当中 就每每经常被一两个词就被触动了 打动了 是吧 我会觉得金沙刚才不想哭了 他其实能感受到 耿斯坦特别的努力 特别的努力 他可能自己也是这样的 自己也是希望很努力的 在这个人海当中 想要寻找自己想找的人 没找到 这种感觉就是真的很复杂 大哥 你觉得金沙会怎么选 小耿的确是很努力 今天表现也不错 他这个歌词写得也很动 但是他知道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 知道可能是最后一次唱歌给金沙听 但是我还是唱 把这个歌词交给金沙 该表达表达 表达真的不错 但是金沙好像真的不会选择 我认为金沙应该会去 他应该会继续进行到下一个阶段 就是我觉得茫茫人海当中 其实金沙也许他很想遇到一个 他能够马上第一眼就怕 但是耿斯汗他做得很好的地方是 他用这三天的时间不断地感动 从小的感动慢慢慢慢累积到 这样子的感动到金沙热烈银筐 耿斯汗他是一个恋爱微波炉 他不断用各式各样的感动的热度 来感动金沙 不断加热性 而且这个微波炉不断火 不断火 作为朋友的话 我很想劝他去 因为这三天我看到耿斯汗是一个 有担当有责任的 也愿意为他付出的人 他不介意很多东西 虽然感动不等于可以转化为心动 但是耿斯汗身上有特别好的地方 他在追求的过程当中 他是努力的 他是勇敢的 勇敢的努力的 他是主动的 他用心来 是真诚的 所以我们就鼓励大家勇敢的迈出那一步 你积极努力的去争取 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 我自己该付出的都付出了 是你自己对自己没有遗憾 对对对对 来紧接着我们进入到恋爱课堂时间 来看看今天的恋爱老师 萧雅轩萧老师 以及恋爱助教 萧雅轩的弟弟萧弟弟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恋爱课程 来 太好了 郭老师会吹吧 从来没有享受过 干的 OK 谢谢你 第二年 对对 第二年 对对 我今天服务你满意吗 非常满意 很想睡觉 三年多后的浪漫 跟一开始就又不一样了 慢慢的那个浪漫变成生活化的方式 然后也想再更深沉的去知道 双方对浪漫的理解 你有没有收到那个浪漫问卷 有 你有看到对不对 我有看到 浪漫问卷是有点好玩吧 因为很少会去问彼此这些事情 所以可能那个问卷里面就会比较 可以去知道就是 我以为的浪漫 可是其实他可能不觉得 然后他以为的浪漫我觉得不觉得 所以我觉得那问卷里面可以更了解 他真的好会谈恋爱喔 圈材 圈材 你觉得我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吗 我觉得你想浪漫的时候浪漫 你知道我是重的东西 左手不能踢 所以每次上下车或拉狗狗或是体重的东西 你都会这样 就突然这样把我拍照 然后你说回来 这样子 没有这是我人生真正的谈恋爱 所以我就对浪漫的学生还在了解 一个学习 他们两个对视好甜蜜喔 哇 那个看 我是一个浪漫的人吗 没有学习 我们说我很少对你浪漫 但是你看 因为这真的常让朝夕相处黏在一起 我就有学到的时候 你希望我讲话这样子 声音很好 然后对你多微笑 那些太假了 那些太假了 我没有假 这是真的 因为我太常会很放松 我就 然后你有时候听到我声音就以为我在生气 我没有 所以我在放空 可是你就会觉得我好像不在乎你 所以我就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 先生 先生 可能我们两个 不适合了 不适合吗 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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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 不一样 我就不敢执事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觉得和 你们一起逛菜市场是浪漫吗 爱人喜欢你陪着陪着去逛街 对啊 不是 因为 因为Elva会逛三四个小时 但你在旁边一直 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 就那种 够了吗 真的吗 还要多久 要不然我先回去 你自己慢慢逛了 要回去了 小姐 我们已经逛了四个小时了 但是因为你要知道 那个很舒压 就是我什么都会 哇 都想买耶 好吧 虽然她很不想去做 譬如说男生很讨厌陪女生逛街这种事 但是她会愿意跟你 我觉得那也就很浪漫了 下一个 你觉得念人吵架 斗嘴是浪漫的吗 斗嘴是浪漫的吗 我觉得特别浪漫 我也觉得是 是 我 绝对不浪漫 我觉得蛮浪漫的 我一听到我在做这个事 你不觉得你很自然吗 我自己觉得 让我另外一半就是笑起来 蛮浪漫的 所以吵架不是一个浪漫的事情 有时候斗嘴是浪漫可爱的 吵架斗嘴就是可以更了解彼此 不是真的想跟你吵架 其实有时候是在撒嬌 如果男生完全懂女生 世界可能会和平 弟弟你解斗嘴的能力 是不是应该挺强的 他可是辩论社高手 你觉得和恋人一起做陶逸是浪漫的吗 浪漫啊 不是 我跟你做 我们会互相拿个陶土砸了彼此的脸好吗 不行 你觉得恋爱中要求浪漫是女生的特权吗 对 不是 我有时候我会做一些事情 我自己觉得不浪漫 但是Alba会觉得 哦这个很浪漫 所以这个浪漫的事情 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同的看法吧 你们的彼此生活的参与程度 也越来越深 共同面对的状况越来越多 所以就 就只好就是 正面的去想 好好想解决的方式 两个人的答案 在生活上 在细节上有差异 多好玩啊 而且因为很小很小的细节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 其实你们争论的都是无关大局的一点 小破事 但是就很快乐啊 对是 我觉得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问卷 互相了解 其实是很好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需要一点问卷 大家彼此 重新再对焦一下 不以我们在一起三年了 都极其知根知底了 为理由来停止交流 千万不要觉得 时间就一定会磨灭浪漫 对 永远的有信心感 与时间无关 与你是不是在心里面愿意持续浪漫有关系 对 对 浪漫需要设计 是啊 好 下面第二天空题 请写下 你希望未来可以 你练人一起活他为你做的无间浪漫的日 这谁又好浪漫 我第一个是露营 我第一个是滑雪 我这里游 我第二个是坐游轮 我第二个是我要教你游泳 可以啊 去沙滩 我喜欢沙滩的感觉 很兴趣的什么 每天帮我按摩头肩膀脖子交给腰 我想要洗头的时候 你都可以帮我洗头 你最低潮的时候 我在你身边陪着你 我认识 我在你身边陪着你 对吗 我认识 你看我是哭点很 哭点很低 只要任何事情让你健康开心 我都会很细心的去 让你在最舒服的状态下 完成跟做你想做的事情 老公 你太正好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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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和救护 我做你 对 你会否 或认识 健康真的很重要 我觉得也是一种 生活上的浪漫 这就是浪漫 我已经跟那个黄医师 黄县明医师音约好了 跟他老婆说 谢谢 摸下巴沙 我觉得这个事挺好 俩人一块来 我要去试试 你带着郭老师一块你俩 对于中年夫妻 就是一种浪漫 看怎么调整 可以啊 对 我觉得我的脚踝跟腰 一定要调整一下 认识Albert之后他就 为你好 对啊 就要我去看 就是拯救骨客 全部 全部 我去的我都叫他去 因为我不想让他像我小时候 我就是像这样个性 真的要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两年前发生车祸 扭到我的脚踝 因为我站不住 我的背会这样 我这样 我完全不能 停止了 认识Albert之后 他就说 你就算一定要看好 一定要议好 你未来的 会更严重 弟弟你会去 针灸吗 平时 我不敢针灸 不会 我脚肢很酸 拜托 敢不敢 敢不敢什么 我把你针几针 我没有在很怕针的 哎 老板 哈啰 欢迎 小师 欢迎新年 您好 来 把袜子 好 你们在这边请坐 看下你最近状况 针灸按摩对调理新生改变状态 蛮好的 你不觉得他今天头发特别好看 我一直觉得他都一直很帅 真的 花美男 花美男 他把麦你要安静一点 你现在把麦给我两个资讯 你有个地方的能量特别多 我们讲干活 可是第二个 你的心脏的能量太低了 真的喔 你现在等于是用在干活 可能最近会不会比较容易溢怒 溢怒很久了 OK 那医生他平常生活要注意什么 其实干活旺的人 最重要的 你就不要点火 无名之火千万不要来 不要点火 保持心情的愉快 让我开心 是 所以你很重要 大概是可以治疗他干活 第一铁药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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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吗 第一铁药就是你 所以 它是我最好的良药 你好我就很甜 对 首先我先针你那个 首绍音心筋的那个神门 首先我先针你那个 首绍音心筋的那个神门 这针 万一扎错了那个怎么办 他对这个行为掌握得很 我能专门找一个人给你扎错了吗 咱俩得有多的仇啊 这是 那再帮你针 首绍音心包筋的大铃 心包筋是什么歌啊 那是什么 马上就来一段了 他这个感觉是酸麻 酸麻对 对 不是疼 看了我们两个一口同时 不是疼 其实很管用有时候 相当管用 你好像比较紧张 你有吗 紧张 他很怕这里 他很怕这里 我现在就流汗 流汗 我的天 我最怕这里 最怕这里 没关系来吧 太充许帮你卸一下干活 真的扎进去了 好 好 好 我就救过一次 好痛好痛好痛 我刚压经压不够 你属于什么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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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属于什么汗 一直在有甜蜜的表达 哦 我太差劲了 我太差劲了 你属于什么汗 太疼了 走 你喜欢的人在身边 越是有浪漫感觉的 好 换你 等一下 我现在结束 好 他做过 但是有点怕 还是有点怕 还是有点怕 有点紧张 需要紧张 每次针灸你都蛮紧张的 好 OK 我先处理你的刃脉的中管穴 它是煮的 煮关你的胃 好 好 几个月了 保活还好吗 发育正常 发育正常 今天帮你真的是 保健脾胃常用的五柱穴 好 我们脚放松一下 好 好 逗 逗 喊的鬼哭了吗 OK 我们留一下 留一下针 很奇妙 我真的心目不得了 我真的心目不得了 你的神经会一直 跑来跑去 完全不要讲话 因为他在这么 躲这里 所以我就 用我的鼻子呼吸 如果我这里呼吸的话 我的针就会一直动 一直动 一直动 忍住 然后就 OK 很快就结束了 很快就结束了 我慢慢弄掉了 这个孤老的证据 很神奇的 真是很神奇的 对 可以动了 可以动了 你要把它拔针吗 可以啊 它要拔哪里 你知道这个我真的会 对 我上次戴头全部都会针 我自己拔的 你觉得要先拔哪里 你要捏一下吗 我很抱歉 好 你根本就是自己不想要留 好 我就是相信我自己把真的技术比奥巴好吧 真的 你脚不要这样子站 因为他受伤那只脚 右脚 他车祸两次 车祸两次 因为我坐在前面 我朋友开车 只要我的脚比较长 对 脚比较长 脚短也是一样好吗 我的姿势我就这样做 然后有刺在后面撞 然后我 受伤了 然后我的后背就是全部就是 Bruce起来 Bruce起来 你脚放直 我们放下 坐前面一点点 好 OK 担心你今天不会整我屁股 不会 我屁股出 我刚刚出了很多汗 脚站着往右边旋转一点点 好 OK 等一下 你看 哦 会有一个弹响 对 他右边会 líbic blueprint 这个里面的粘迹比较大 骨盆里面也向 mouth countryside 았�心 还是就是 睡伤了之后 没调理好 对 拧过 拧过 挫过 就是挫慰过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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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很难得 你知道我很喜欢看到他 他很难得这样娇羞 腼腆 这样蛮可爱的 你看他这个筋 整个跑出来 没有 因为我要心里准备 但是他刚那个表情 就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他现在这样 就是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抿嘴 然后眼睛这样 眼睛带着爱 有没有 你有没有感觉到 有 有 我感觉初恋 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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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觉这种脸 真的很会接球 对嘛 她真的超可爱的 其实透过这个女人们的恋爱 就是让我们再恋爱 我特别同意她说的这句话 透过这一次重新去体验 尤其是众目睽睽之下 所以把之前游过曾经的美好 再拉出来一次 即使我一样 尤其是众目睽睽之下 尤其是众目睽睽之下 尤其是众目睽之下 多的下 天都会听到 我特别的 音乐都会听到 我特别的 我特别的 你特别的 雅萱这点真的特别好 就是她一直是在 日常生活当中 用细节 来放大浪漫 包括看到眼神 我刚认识你是那样 不断地放荡 初恋的感觉 他这个是随时随地 可以展现出 那个浪漫的生活 而且我觉得 其实两个人 真的是一起 做任何事情 即便一起去针灸 都是一个好浪漫的事 关键就在于 是他们的心态 是很珍惜对方 而且浪漫这件事情 不天然存在 一定要制造 我吃过饭 突然一下 跟对方说一个小笑话 是你在制造 可能制造出来 就是小浪漫 然后专门带对方 去一个音乐餐厅 那也是制造出来的 对的 浪漫就是 让这个时刻 跟平时的时刻 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的 瞬间出来了之后 让他的心软软的 生活当中 要向萧雅轩 黄浩学习 发现美好 制造美好 把生活当中的浪漫 不断地升级 这就是本周 萧雅轩和黄浩 给大家带来的恋爱公开课 下周呢 三位在约会状态的女儿 可是要进入到 第二阶段的选择了 所以他们要做出一个 重大的抉择 就是要不要和现在的 约会对象 进入到第三阶段 所以下周 真的是充满悬念的一周 谢谢各位的陪伴 下周谁都不会错过 对不对 因为这是女儿们的恋爱 感谢各位 下周见 好 好 好 这周到了第二阶段的决定日了 最后一天了吗 就是想跟你再好好聊一聊 但是你好没什么话想跟我说 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暂时没有了 这首歌其实就是为你写的 你爱我吗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明天觉得你去吗 明天觉得你去吗 我肯定会去的 我当然知道我自己 我肯定会去的人 虽然现在也不知道结局 如果两方都不勇敢的话 就是大家连知道 这个结局的可能性 都会错失掉 整个感觉都是很复杂的 是有点错乱 金沙好像不会选择 不去的可能性大 可能是有点伤心那种 默契的那种感觉 不管得到什么答案 我还是很愿意去 继续了解对方 他人真的非常好 又很暖心 很符合我择偶的标准 应该会去 我感觉不可能去 他说他想要安全感 我会尽我所能努力 用我的方式给他一些吧 我俩中间就会有一些新鲜感 有可能过着这段新鲜感 他估计就不会喜欢我 我走了 走了 我现在心跳都快了 我好难过啊 这节目看的 不着急 小女孩迟到一点也正常吧 等一会儿吧 多等一会儿吧 每日随时进来了 主要我怕他随时进来了 我去搞别的 他以为我没在 再等一会儿 再等一会儿 我理解对方说 那个倒数过年的感觉 一 二 三 笑 你超漂亮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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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我这就怎么样 谢谢 你带我这就好了 同心再恋爱一次 同心再爱一遍 同心再爱一遍 女儿们分享恋爱心得 感谢特别合作媒体 微博台网 微博综艺 首席合作新闻媒体 希望娱乐 希望新闻 战略移动资讯平台 网易新闻 网易娱乐 网易谈心社 指定问答社区 直呼 深度知识合作平台 苗东百科 世界如此简单 新闻客户端合作 今日头条 一点资讯 凤凰新闻 界面新闻 Zucker 用腾讯地图导航 在路上 意见爱 检验爱 理解爱 感谢特别合作 默默 WiFi万能钥匙 好看视频 百度输入网 搜狗搜索 智行 一代价 应客 接电 蜗牛睡眠 达达快送 木鸟民宿 爱汇收 闪蒙 网媒支持 凤凰娱乐 中国青年网 北青网 环球网 中国娱乐网 360娱乐 红网 华生在线 凤凰网湖南 西洋湖南 大乡网 大众网 熊猫娱乐 亚洲文娱 亚洲影视